现在很多司机朋友给救护车让路 都已经是成为一种常态和常识了 可是在济南一位司机车主 却偏偏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别停救护车的行为 为此男子与救护车司机闹得很不愉快 而恰巧此时在救护车上拉载了一位病患 从而导致对方失去了抢救的宝贵时间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辆鸣笛行驶在立交桥上的救护车别停一辆黑色轿车 随即救护车司机对黑色轿车司机破口大骂 按理说救护车在生活中担任着救死扶伤的任务 可是为什么这辆鸣笛的救护车却要停在这里 和其他司机发生争执呢 随后记者通过调查监控看到 几分钟之前一辆救护车在高速行驶中 而在前方行驶的黑色轿车却始终没有避养 一直在救护车前方行驶 这期间黑色轿车有明显的踩刹车减速的行为 事后据救护车司机回应 事发时自己曾多次鸣笛放大灯提示对方让行 可谁知正是因为多次催促 反而激起了对方的胜负欲 明明和前车相距甚远可以避养 可黑色轿车就是死死缠着救护车不让行 此时为了保证病人及时得到救治 救护车曾几次试图加速超车 但最后都被前面的黑色轿车挡住无法前进 而根据车内的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救护车内的医护人员和患者 也因为高速行驶中踩刹车 在车内发生了几次颠簸 随后救护车司机告诉记者 当时由于病人膝盖以下发生粉碎性骨折 再加上由于路上的时间耽搁 当天的这位患者因为抢救无效最终死亡 事情发生后网上也是议论纷纷 网友们纷纷留言 批判黑色轿车司机的自私行为 就在网友们对黑色轿车司机发起声讨的同时 车主也在这时站出来喊冤 说其实自己当时已经在吉利必要了 况且当时救护车司机也是的理不饶人 故意两次别停了自己的车还破口大骂 所以发生如此痛心的事情 他们也逃脱不了责任 随后救护车司机也站出来表示 自己当时骂人确实不对 但是由于事出紧急 自己也是为了让伤者尽快就医 最后济南交警也发布公告称 为生命让行不需要理由 并对私家车驾驶员给予罚款200元计三分的处 其实对于需要急救的人来说 每分每秒那都是他们生的希望 而接下来一辆路虎车主 为了200元的罚款堵着救护车不让行更是让人气质 近日在湖北当阳街头的一个十字路口处 有一辆路虎车在第二车道的停止线前等候红灯 而此时一辆救护车紧随而止 停在了路虎车后长达74秒钟的时间 可此时不管救护车怎么鸣底 这辆路虎车都依然不让行 就在这时一旁的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便用手机拍摄下了这段视频 从视频中记者看到 直到后来绿灯亮起两车相继通过时 这辆路虎车也还没有礼让的意思 确实是有点过分 而据了解救护车当时送的是一名脚受伤的病人去医院 因路虎车车主为未动采取避让措施 导致救护车无法快速通过该路口 最终车主因为避让执行任务的救护车 被警方处以罚款200元扣三分的处罚 或许有些车主认为 如果说因为让刑闯着红灯 那是不是要被罚款 对此小编想告诉大家 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因为必让特种车辆造成了违法纪律 交管部门人工审核时都会将其主动删除 就算人工审核未过滤掉 车主也可以进行行政赋议 所以说车主一定可以放心 但是如果您不必让这样的特种车辆的话 那可是要受罚的 而且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